那這個重點對身高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就特別重要了 也是許多人的寬鬆穿搭被笑 腿短無辜身的重要關鍵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只能一組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個原因 為什麼你的寬鬆穿搭不好看 隨著最近幾年街頭、工裝 還有City Boy風格的崛起 寬鬆已經變成現在流行趨勢裡面的主流 而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這樣的趨勢 因為比起合胜穿搭很多時候講求身材的圓襯 寬鬆穿搭可以在衣服的輪廓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而我的穿搭風格也是從以前的追求和聲到現在的無寬不歡 穿到出門前還會被家人問說怎麼穿這麼大件 但穿搭從和聲到寬鬆的這條路 絕對不是像電燈開關一樣 按下去之後衣服買代號就能變成好看的寬鬆穿搭 在嘗試的過程裡 很多新手就會不小心踩到這5個NG地雷 不過依據每個人不同的身形還有比例 就會有不同的寬鬆穿搭法 今天分享的5個重點只能算是大方向的指引 讓你在照鏡子覺得好像哪裡不對的時候 就可以有初步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說這樣穿就一定是錯的 或是另外一種方法就一定是對的 還是要是使用自己喜歡的風格 來達成你心目中好看的寬鬆穿搭 那廢話不多說 瑪莎就是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你的寬鬆穿搭不好看的原因是 你以為寬鬆等於衣服買大一點 這一點算是很多穿搭新手會遇到的迷思 也是很多穿搭影片裡面會特別提到的重點 但為什麼寬鬆穿搭不是拿大一號就好了呢? 因為其實每件衣服都有版型的區分 而版型則決定了這件衣服各個部位之間的比例 我們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左邊和右邊分別是 合身還有寬鬆版型的T-shirt 可以看到合身T-shirt整體偏向長方形的外觀 而寬鬆T-shirt則更像一個正方形 當你把合身T-shirt等比例放大的時候 現在兩件T-shirt的寬度雖然一樣 但左邊依然是個長方形 也就是衣長變長了 另外袖子的部分也還是沒有右邊來的寬大 雖然實際的衣服的尺寸並不是等比例放大 但其實大致上的道理還是一樣的 如果盲目的把所有衣服都拿大一號的話 很多時候其實沒有辦法呈現想要的比例 反而容易會有小孩子穿大人衣服的感覺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選擇寬鬆版型的單品 或是名字裡帶有寬版兩個字的衣服就可以了 據理來說在挑選上你可以注意 領口的寬度 肩線的寬度 還有袖子的長度跟寬度 如果你直接把合身的上衣拿大好幾個尺寸的話 最常會出現的問題就是 領口太寬顯得上半身有點單薄 或是肩線袖子不夠寬 無法呈現你想要的寬鬆比例 或是衣長太長讓比例上顯得腿短 而選擇原來就是寬版的上衣 除了可以避免領口太鬆的問題之外 也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來決定 適合你的衣長、袖寬還有肩寬 接著第二個你的寬鬆穿搭不好看的原因是 你的衣服寬度不符合你的身形 很多人會以為寬鬆穿搭就是要跳脫合身的框架 所以只要衣服大一點就可以稱作寬鬆穿搭 尤其有的新手第一次嘗試寬鬆穿搭 結果盲目的去追求越寬越好 這樣做我常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穿得不好容易顯得太浪 顯得沒有精神 很多時候不但沒有修飾的效果 甚至還可以讓你的外表扣分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誠實的面對自己的身形 來做穿搭上的調整 如果你是比較單薄的身形 或是跟我一樣天生骨架就比較小的話 適當穿著寬鬆的版型 可以修飾你比較窄的肩寬 或是你比較細的四肢 但如果你選擇了不適合自己的寬度 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衣服撐不起來 而這時候你就要檢查上衣肩線的位置 胸寬是不是太寬 衣長是不是太長等等 在逛街的時候想一下 如果同樣的單品再拿小一號 或是乾脆換一個版型 穿到身上之後會不會顯得更有精神 而我自己最常用的方法 則是在寬鬆的上衣裡面 再加上一件透氣的內搭 來增添整個人視覺上的份量感 那如果你是比較豐滿或是肚子比較大的身形 事實上著用寬鬆的版型 也可以掩蓋你身材上的一些缺點 但因為你的體型比較大隻 如果選用的尺寸又不適合自己的話 視覺上就會是寬上加寬 很像一個會走路的削撥塊 所以不管你是偏瘦或是偏胖的身形 在挑選單品上都要拿捏好寬鬆的程度 而除了剛才提到的尺寸之外 寬鬆單品的材質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選擇帶有厚度比較硬挺的單品 在視覺上會更有精神 例如Silly Boy風格的推手 他所負責的品牌Nautica Japan 以及他非常愛用的品牌Beans SZ 這些品牌就算是夏天的單品 也仍然保有相當的厚度 為了就是讓這些寬鬆單品在上升之後 依然能維持它的版型 如果你比較怕熱的話 也可以選擇各家品牌比較中間厚度 或是透氣稀罕的款式 也可以選擇像是竹結棉之類的透氣材質 早上有適當的單品寬度還有厚度 就可以更有效的挑選到適合你身形的單品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個重點 如果你平常穿搭會很常用到速踢的話 那這個重點你就要仔細聽了 因為這個重點算是很少被提到 但對你的寬鬆穿搭比例上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你的寬鬆穿搭不好看的第三個原因 就是你的穿搭沒有重點 而這裡的重點其實就是飾品還有配件 包含像是項鍊、手環、手錶還有包包等等 如果你是追求簡約乾淨的搭配 那手錶會是男生配件裡面最被廣泛接受的入門選項 也是我自己出門一定會配戴的配件 通常我們在選擇寬鬆上衣的時候 衣服的寬度還有長度也會跟著變大 而當這些部分都被放大的時候 如果你的上衣是選擇比較素面簡約的單品 像是夏天會常常穿到的寬鬆速踢 很多時候第一眼會看上去很像一大塊布料佩戴身上 甚至讓上半身的比例蓋過下半身 在視覺上顯得比例不協調甚至腿短 而想要拉長比例就可以分為兩個方法 第一種就是用紮衣服的方式來清楚劃分上下半身的界線 但紮衣服其實在很多風格裡面是不太適用的 所以第二種方法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方法 就是在你的寬鬆穿搭裡面適時加入一些飾品配件 來讓全身的視覺重心往上半身移動 而當視覺重心往上半身移動 就可以有效修飾因為寬鬆穿搭造成的五五身比例 像我現在戴的這隻手錶就是來自Nordgreen的Pioneer 雖然它本身是非常簡約的設計 但搭配了金屬色的錶框還有錶帶 讓它在搭配暗色系或是比較素面簡約的單品的時候 就可以起到吸睛作為視覺重點的效果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喜歡比較素面簡約的風格 Nordgreen是來自丹麥的一個品牌 他們的手錶設計都是簡約的北歐風格 可以很輕鬆的融入日常的穿搭裡面 其實不要小看這樣小小的一個配件 加上它就除了視覺的存在感很強之外 還可以增加穿搭亮點 也不再需要花心思去思考怎麼搭配 除此之外 Nordgreen的包裝都是用再生紙還有寶特瓶回收製成 而他們賣出手錶的部分收益 都會拿去資助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最近Nordgreen官網有年終的618活動 除了活動優位之外 也可以輸入我的折扣碼 來另外享有85折的折扣 有進去可以點下面資訊欄的網址了解一下 而視頻還有配件當然不是越多越好 一般來說我會推薦2-3個配件 就可以達到視覺重心的效果 如果你平常就會配戴基本的飾品的話 在寬鬆單品的外面也可以加上一個包包 例如小包或是托特貓 用背帶的顏色或是包包的本體 一樣可以達到視覺重心往上移的效果 這樣當上面身的衣場比較常時 也可以避免顯矮或是顯得55身的比例 接著第四個重點是許多穿搭新手 在嘗試寬鬆穿搭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 那就是上下身的寬度不協調 在剛才嘗試寬鬆穿搭的時候 我猜應該是因為不改一次跨太大步 讓許多新手只選用了寬鬆的T恤 但下半身還是非常修身甚至到緊身的褲寬 或是反過來 從下半身很寬的寬褲開始 但上半身依然還是非常合身的T恤 這兩者在比例上都容易呈現不和諧的感覺 當然你可能看到很多女生的寬鬆穿搭 都是上半身一個合身的背心 再加上一個非常寬大的寬褲跟球鞋 但以男生的寬鬆穿搭來說 讓上下半身的單品都維持在相近的寬度範圍裡面 會是比較安全的選項 如果上身太寬而下身太合 就容易有頭重腳輕的感覺 或是上身太合而下身太寬的話 除了在腰部容易有上衣堆積的皺褶之外 也很容易讓你的整體比例顯垮 所以在選擇搭配比例的時候 我會建議新手先從上半身的單品開始選擇 當你選擇了寬鬆的上衣 下半身就可以往直筒褲、錐形褲 或是其他更寬鬆的褲款去選擇 那除了上下身的寬度相近之外 下半身的褲襠的長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寬鬆穿搭最容易NG的點 就是讓你上半身的一場完全蓋過你的褲襠 這樣不僅會吃掉你下半身的比例 也容易讓視覺上產生一個不協調的斷層 像我自己的寬鬆穿搭 通常會讓褲襠在衣服下擺露出大約5公分的位置 而判斷褲襠長座的標準 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比例來決定 當你選擇褲子版型越寬大的時候 通常你的褲襠也就是拉鍊的部分就會做得越低 如果覺得褲襠太低就把腰部往上拉一點 那如果褲襠太高的話 就可以把腰部鬆綁讓褲襠往下一點 這樣這可以在確保腿部比例的同時 又不會因為太低的褲襠變得像以前流行的那種垮褲穿搭 接著我們來到第五個重點 那這個重點對身高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就特別重要了 也是許多人的寬鬆穿搭被笑腿短五五身的重要關鍵 那就是衣裳的拿捏錯誤 其實衣裳的選擇沒有一定的對或錯 這部分也牽扯到每個人不同的身體條件 例如肩寬、胸寬、腿長甚至是頭身筆都會影響衣裳的選擇 依據各種不同的身形還有想要呈現的風格 衣裳的選擇自然也會不一樣 不過從大眾神免的角度來說 確實會有一個衣裳的安全範圍 如果你下半身選用的是短褲 因為短褲可以露出身體比較纖細的腿部 在視覺上有拉長的效果 所以衣裳垂下來到大約大拇指的位置都是相對安全的範圍 而當下半身著用長褲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這時候下半身的褲擋還有褲長都會影響整體穿搭的比例 再加上腿部的線條會被長褲蓋住 所以安全範圍就會比短褲再來的往上一點 衣裳垂下來到大約虎口的位置都是相對安全的 不過要特別聲明的是 超過安全範圍的衣裳絕對不是不能穿 只是在搭配上需要的審美還有抓比例的技巧就需要更多 而在安全範圍內的衣裳則是相對好駕馭一些 最後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每個人不同的身形比例會有不一樣的寬鬆搭配法 今天分享的五為重點則算是大方向的指引 讓你可以快速抓到不協調的地方 有許多具有特色的穿搭其實就一次打破了上面好幾條規則 所以還是要適當加入自己喜歡的風格 來達成心目中好看的寬鬆穿搭 就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放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bye